一切的規矩按照昨天的 然后现在是由哪一个先那个 按照 那个不用念啦 现在先请那个秘书处做工作报告 再见 主席各位议员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我是秘书处处长吴唐成 本处承蒙贵会的支持业务得以顺利推展 今天适逢定期大会开议 那本人及本处全体的主管列席 请代表本处所有同仁向贵会表达敬意 在工作报告之前先介绍一下本处的同仁 副处长严正彪 总务科科长陈乃怡 金社管理科科长方翠娟 基要科科长黄炳元 采购企划管理科代理科长郎胜负 文书科科长许淑金 档案科科长李世哲 接下来进行本处工作报告 那么本处自104年8月1日起至105年3月20日值的工作报告 请详见第一页到第三页 那在此呢 仅就四大部分进行口头的择要报告 第一个在文书档案方面公文电子化 在102年元月起全面实施 那提升各机关文书一化作业 目前线上签合的比例已经高达79.29% 超出目标值45% 大幅提升公文处理效率减少用值的一个目标 第二在健全档案管理的方面 公文归档案件数达22,559件 目前均以电子化处理档案目录 则每半年会送到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 开放民众查询及申请应用 第三在市政会议方面协助召开24次市政会议 强化市政意见与市政方向之行程 协助修正机制 一是局处协调会议协助办理15次 加强局处间横向沟通协调联系 第二部分在能力资源的方面 临时人员出缺不地补 为了落实出缺不地补的原则 公有及临时人员参加采购专业人员训练以提升专业素质 但不主办采购的核心业务 第三部分在总务厅社管理方面 落实低落实减碳 在节能减碳的方面 整体四省成效与前一年同期比较 用电减少1.61% 用水减少13.15% 用油减少1.6% 线上签合比例高达79.29% 有效减少纸张的用量 二 已召开14次的节能减碳推动委员会 将持续召开推动委员会工作小组 以及辅导考核小组 并设立分层管理制度的运作 以及检讨各机关节能成效 三 轰调主机老旧管线节能灯具等太旧换新 已达到有效的节电目标 四 推动智慧电动车共乘的计划 第二点 在大楼安全防灾的计划方面 制定台南市政府104年度 双行政中心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 细部执行计划 并督导各局处进行地震初期 紧急避难及应变的知识宣导 拼射硬体设施的维护方面 完成永华市政中心地下二楼 冰水机房楼板防使补墙改善工程 以及明治市政中心104年 四季大楼空调改善工程 开源节流活化闲置空间方面 包括场地出租文艺部展 美法部礼法部及员工餐厅 南营小站等委外经营 临时瘫痪设置及引进民间资金 活化南门路市长官邸 节省维护金会 活化室友财产 公务接驳车的规划方面 双行政中心每天规划四班的接驳车对开 以立公文的递送 以及开会人员洽工所需 最后一部分在采购机盒方面 一首创小额采购资讯系统 这是全国首创累积登田的8万笔资讯 使小额采购的讯息能够公开透明 二采购专业人员训练方面 已办理了五个班次 合计367人次参训 三采购训练讲习方面 已办理三场次 共计有200人参训 四采购机盒 一统计目前已机盒的案件数 已达121件 并将采购缺失韩文改善 五采购申诉审议 已受理11件 其中申诉案件8件 调解3件 再次感谢这段期间 各位议员对于本处的一个支持与指导 以上做检要的口头折要报告 敬请各位议员指教 谢谢 下来请人事处许处长做工作报告 大会主席 各位议员先进 各位媒体先进 大家早安 过去这段时间 非常感谢各位议员先进 对人事处的大力支持 让我们的业务能够顺利的来推动 先向各位宇宙表达最高的一个谢意 未来也请继续给予人事团队 编撤跟鼓励 让我们持续精进 创新的态度 让人事业务能够在各方面更加精进 在串夹击 人事处的一个工作报告 在书面的第5到11页 请各位议员先进 参业 以下就这段期间 我们的业务执行情形 则要做一个报告 第一点报告了 这段期间 我们一共获得六大奖项 其中有一项是国际奖项 五项是国内奖项 那国际奖项的部分 我们是以人力资源开发 根影 做到国际的一个肯定 然后融获到联合国 那个国际培训总会 领化给我们 2015年全球人力资源发展奖 的一个荣誉 那在国内奖项的部分 我们在员工协助方案的部分 这个EAP 荣厚我们直下市组的第一名 另外在人事业务绩效考的部分 也是得到全国竞赛的第一名 在人事行政研究发展论文的竞赛部分 我们在团体奖的部分 也得到第二名 那在专书阅读 还有国家文官协议 的一个各项综合竞赛部分 写作竞赛部分 我们也融获团体奖的第二名 那在我们公务能力发展中心 在培训品质的管理方面 也获得TTQS的一个 企业版的一个金牌奖 第二大项的报告 我们所串的公务部门 人力支援的一个见解 落实顾客导向的一个服务 让主管能够知道 他组织的一个状况 然后能够进行风险的一个管控 然后使人力更加优质 更加有效的管理 第三项的一个报告 我们承办了国家考试 台南考期的一个事务工作 那服务在地的考生 那这段期间 我们共办了五场次的国家考试 那服务考生达到一万七千人次 那在金会的节省方面 考生不必到其他地方去参加考试 那大约我们估计 可以节省到一亿七千万的一个金会支出 第四项报告 公开公平公正的一个 办理公务人员的一个升迁事项 那内政的部分有89人 外部有10人 第五点报告的部分 提报职缺来贯彻考试用轮 让更多的民众能够有服务公职的机会 这段期间我们提列了276个职缺 来共考试分化 第六点报告 讲诚的部分 我们为了示例一个典范 所以我们今年呢 选拔 在去年选拔 10位的模范公务员 加以表扬 其中 我们也 到了一位 参加行政业的一个 模范公务员的选拔 也荣获入委 那第七点报告的部分 强化员工的一个核心职能 我们办理了优质的一个公务 人力一个培训 这段期间我们开了实体课程 有98个班 那提供另外提供135门的一个数位课程 让员工多用网路 少用马路 那有效的提升公务人力 公务英语能力的部分 我们这段期间提升我们的这一个应语通过力 达到了38点多的一个百分比 第八点报告 推动退休公教人员 参与公共服务 国化退休人力的一个支援 这段期间我们办了 我们公务人员 借退人员的一个光慧讲座 提供他们这个基础支援服务的一个课程 让他们往后能够有参与 这样支援服务的一个机会 第九点报告 就是倡导我们多元的文康活动 疏解员工的一个工作压力 这段期间我们也办了桌球赛 歌唱比赛 威风联谊 还有公教美展等等 以上是九点报告 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这段期间呢 秉持了这一个做好 我们最佳的一个服务 跟最专业的一个服务 并倡导我们光怀跟尊重的一个服务 致力以优秀公务人力的一个培育 打造优质的一个市政团队 并为我们整个城市的竞争力的提升 来做努力 敬请各位一言先进 继续给不令的指导 最后进驻 我们大家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谢谢 请郑峰市做业务报告 大会主席 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各位媒体先进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是政风处处长林和胜 感谢各位议员先进 过去一段时间 对本处业务的支持跟指导 本人在处代表 本市前提政风同仁 对各位宇宙表达感谢之意 那在有工作报告之前 容我先来介绍本处的同仁 首先介绍的是 我们的副处长李铁桥 那下一位是行政科长何胜辉 再来就是 我们预防科的科长黄欣领 再来查处科的科长刘湘宇 接着就是工作报告 第一点召开联政会报 结合行政力量 贯彻执行联政工作 那我们在去年 104年的9月16 跟12月21 由市长亲临主持 文北召开了104年的 第二跟第三次的会议 那本处在会议当中也提出 台南市政府 既所属机关学校 联政伦理事件的登陆分析 还有104区公所 回馈金专案集合 联政专题报告 那在这段时间 我们也督导所使的正风机构 共办理的联政会报纪四十一案 及有效绩合各单位的防滩之能量 以发挥统筹的整合功能 那另外在实施业务集合方面 还有改进作业流程 建立疫情作为的方面 那在去年 104我们共完成 道路的测钩清淤 还有查处毒品案件 污水处理 委外的操作维护采购 等9案的专案集合 另外在建前采购方面 我们提升 为了提升整个的采购效能 那本府正风处 都统所属的正风机构 在这段时间 我们会针对整个查核 再加强的查查方面 为汇筒监办的开标 还有在验收的时候 对整个监办继办理的 3929件 那另外在维护品质方面 为确保整个采购的效益 会同本府的工程查核 实施在工程的时候 查核办理了有32案 另外在落实整个阳光火案 营造连载行政风期部分 去年104年 像本府正风所属单位 还有本处继 申报的财产人士有2677人 那我们依据法务部 规定要抽14% 办理实职审查 那当中我们抽出390人 第七项 在办理整个反贪集 正风法令先导 强化民众的 员工法制观念部分 那我们会 针对办理 针对办理企业诚信座谈 在企业诚信座谈 这一部分 我们会邀请企业厂商 或劳工团体以会 先导企业的诚信社会责任 提升法制观念 并融入联政议题 促进落实诚信的经营 本期内本府正风处 既办理了八场处 那另外方面 我们在都岛所使的正风机构 会结合本市的各公立学校的 国中小学 还有幼稚园 等支援推动校园 廉政 诚信 顺庚记 杂根的先导 那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总共办理有60场次 那另外一个在落实防滩登陆 及表演廉政司机的方面 那免惠都统所使的正风机构 受理廉政伦理事项的登录 在这一段时间有328案 那其中对于受证财务的部分 有103案 引力令酬的有98案 那另外请托的关收的部分 有127案 另外在跨域结合行政 还有司法支援推动基层杂根的部分 那本府与台南地检署合办 基层杂根连政工程计划 其最由行政跟司法机关的跨域合作 加强基层公务员连政法制观念 并由本府公务同仁在检察官的谁制下 面对面的互相交流 事实厘清相关的问题 建立公部门与司部门间的连政伙伴关系 那这一段时间既有精华级消防级等7个单位 大概办理有10场次 参加的人员有992人左右 另外在推动理顺专案 还有兼购优质的采购文化方面 这部分我们会自由双向的沟通 预见交流等方式 领际提升采购品质共事 并保障得标厂商在无不当的压力干预下 让理约过程顺利 保护合法 尽责厂商其能 折合公司部门的力量 建立一个联能透明的采购环境 最后一项就是在推动廉政细工的部分 以落实市长青年行政的施政理念部分 在这部分我们也邀请本府各机关的科长 及以上的人员 及本府廉政汇报的外聘委员 共同研讨对各机关曾经发生过的弊端类型 或其他县市其他机关可能发生相同的弊端类型 做一个研讨 大家在非洲脑力激荡 提出一个黄币还有预警的效益作为 另外第二大项在政风行政业务方面 大有明慰三六块的横向通报机制 了解民意的需求及掌握成情动态 这部分我们会善用跨意的横向通报的机制 了解民意需求 对于掌握的情知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签诚首长 并协请其他相关的单位 来妥为处理 以采取必要的因应作为 那在这段时间共办理有六十五场次 最后一项就有关政风查子方面 那在本期方面 本府政风处受理曾经检起案件 有三百三十一件 那行政处理及寒转前者机关处理的 有一百五十九案 澄清或存产的 有一百七十案 报告完毕 那再一次的感谢各位预众 在这段时间对本府政风处 业务的支持与鼓励 谢谢 接着请法治处做业务报告 好主席 各位议员先进 以下是由法治处来报告 那在我报告之前 先为我们的议员先进 来介绍法治处的主管同仁 首先是我的专门委员 朱瑞玲 行政救济科我们冯麒文冯科长 法治行政科杨玄远杨科长 还有法规神医科我们叶安靖 那个业科长 然后以下呢 我来做法治处的业务报告 那书面的部分呢 是在十九页到二十二页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请议员来参阅 那以下呢 我分做五大部分 做检要的报告 第一个呢 我们法治处业务 第一个是 国家赔偿事件的处理 关于我们104年8月1号 一直到105年3月20号 我们所做的 国家赔偿事件的办理情形呢 这个统计的资料 包括这个拒绝赔偿 以及协议成立 协议不成立 拒绝赔偿 自行撤回 以及带审议的统计呢 这个如书面 请议员来参阅 第二个呢 我们对国陪所产生的 这个原因呢 我们会行为相关单位 来做检讨改进 第三个呢 我们强化国陪事件的委员会的功能跟阵容 除了外聘的专家学者 律师检察官加入之外呢 我们提升我们处理委员的素质及功能 第四个呢 我们在协议成立的金额 如果是在50万以上的重大案件呢 我们的主管业务呢 就应该要拟拒我们的处理意见 并检附相关的这个卷证呢 送到法制处 来提报我们的这个委员会来核定 第五个呢 我们会协助本府各机关跟学校 因为受理国家赔偿事件的审议呢 这个提供必要的协助 并监督呢 我们各机关学校办理的情形 第六个呢 我们会适时的协助本府所组机关 来办理国陪业务 那所以呢 我们会定期的召开 我们法制业务的座谈会 那这个 第七个呢 我们这个 检讨修正本府国陪審议制度呢 那我们会去制定这个 处理要点 研理这个改善的方案 那我们落实呢 如果显然没有成立国陪责任的案件 或者十万元以下的小额案件呢 由赔偿义务机关依全责 例外的不经审议呢 就可以牵绊 尽速的填补人民的损失 那第二大项呢 关于我们的法制行政业务的办理 第一个呢 我们加强本府各机关的法 这个法制专业知识 提供本府各机关 法令适用的咨询意见 以及法制已议的延期 协助本府各机关 跟落实依法行政 增进为民服务的功能 第二个呢 我们从8月1号 这个去年8月1号 到3月20号 我们协助本府的这个 自治法规制定行政规则 宿院行政诉讼答辩等等 我们会间的统计 请议员参阅 那第三大项 我们关于宿院案件的审议 那这个去年8月1号 一直到3月20号的统计呢 如书面 也请议员参阅 那第二个呢 我们宿院案件的审议的部分呢 本期受理的宿院案件呢 全部都在法定期限之内 来完成审议 那这个我们会尽量的来 缩短审议的期限 保障人民程序上的利益 第三个呢 我们对于宿院决定 撤销原处分的情形 我们会去督促原处分机关 应该依照宿院决定的意志来办理 那依照我们相关的 这个追踪管制要点呢 我们呢要课遵这个办理的时效 那这个 而后如果有相类似的案件 也应该要做相同的处理 以杜绝行政为师的情形再次发生 落实依法行政跟平等原则 那第四个呢 我们的宿院审议里头 我们确实的去事实的去提醒宿院人 是可以到会陈述 必要的时候呢 可以召开延迟辩论程序 那这个来填补我们书面审查的这个不足 第四大项我们对于法规审议的工作 除了我们自治法规跟行政规则的制定修正废纸 以及这个公布发布之外呢 我们也召开这个法规审议小组 那以其呢周延我们法规的审议 第二个呢是加速法规的审查 除了控管自治法规审议的期限 及行政规则的审查期间之外 我们为了要兼顾法规审查的品质 所以在期间之内 我们不停期的召开法规审议小组的审查 那另外呢 这个去年8月1号一直到今年3月20号 我们对于自治法规跟行政规则的修正 这个自治条例一共有4案 自治法规一共有25案 行政规则一共有81案 其他细节的部分呢请议员参阅 另外我们这个第五大项呢 我们为了要让我们府内的公务员的 这个法律的知识 能够与时俱进 所以我们会定期的召开这个研讨会 跟法治讲席 所以在我们去年的10月2号呢 我们在这个国立成功大学 跟我们的地检署 跟我们的高雄大学 来合办我们的法治与人权的研讨会 另外呢另外一场呢 是在这个去年的12月1号 我们邀请了国立中正大学的教授 来我们府内来研讨这个行政法法 与案例研习 那其他这个具体的事项 也在请我们的议员参阅 那以上是法制处的报告 最后这个祝福我们的议员呢 正公康泰 这个意识顺利 以上谢谢 请研考会做业务报告 大会主席还有各位议员先进 那研考会在向大会做业务报告之前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研考会主要的一些干部 那今天来立即的有专门委员周鸿燕 还有中规科的王朱涵王科长 还有管考科的王毅文王科长 还有资讯中心主任林怡壮 林主任 那我就研考会的部分分三个大的面向 和议会先进做报告 那简要来讲 我们在工作报告的23页到29页 是研考会有关业务执行 推动的一些摘要说明 那在中规延展的部分 我们大概有编列年度的施政计划 来测定市政发展的方向 那也推行研究发展 跟促进我们的行政革新 那在促进行政革新的部分 还有研究发展上面 要跟大会在做说明的是 104年8月到105年的3月 我们在审核出国的报告里面 总共在呈报的有18案 那都已经公开上网 那另外在刊登市府公报的部分 我们在市政公报的电子化数量 也达到了631件 另外提升服务品质 加强卫民服务的措施 我们也是持续办理1999的市民服务专线 那在104年8月1号到105年的3月20 我们的市民服务专线处理化物量 达到了18万0342通 那大概也是我们直辖市合并升格以来 一个比较大的市民服务的热线 还有一个总量 另外我们为了在1999的服务项目 能够扩大我们对于数位化的一个推展 我们也推动了Open1999的开放服务 那在这个开放服务的部分里面 也受到议会这边的一个协助跟一些指导 所以我们在行政处理的流程上面 从平均的2.9天缩短到1.1天 那另外我们也开发了Open台南1999的APP 提供了更多元的一些服务管道 那另外我们透过参展的计划提升服务品质 除了我们之前在104年规划辅导参讲的计划 有两次的书面审查跟实地辅导评审之后 我们的市政府的公务局 卫生局劳工局跟金发局四个机关 有参加这个服务规划机关 另外税务新化区公所 还有六甲区公所预警卫生所等四个机关 参加第一线的服务机关 那总计八个机关代表本府参加 国发会第八届服务品质奖 那经过这个书面跟实地的平和之后呢 本届推荐的八个机关参讲 在105年决议 我们总共有49个机关入围的决审部分呢 本府的推荐的三个机关都是全雷打 就脱颖而出 那在我们的这个获奖率 本来应该竞争非常激烈的17%里面 本府的服务品质的部分呢 可以达到全雷打的一个成绩 也谢谢议会的一些鞭策 那受理人民陈情案件的统计 我们从104年8月1号到105年的20号呢 我们大概有受理了5万多件的陈情案件 另外在联合服务中心零柜的服务 包括各服务的永华服务中心的柜台服务 大概有3万多人次 那明治服务中心的柜台服务大概有5万多人次 那也请一座能够参阅书面上面的比较详尽的一些数字说明 另外在0206的症灾服务中心贴心的服务 我们在2月14号正式成立的0206症灾服务中心 那总共有包括社会局等11个局处 然后有加入国税局监理处永康区公所等等 16个单一的窗口 那有提供了15个辅助的面向22项的服务内容 那在3月20号累积服务的民众建数大概有4,340亿人次 那另外强化优质的双语环境提升国际化的服务 这部分呢我们除了有效运用替代液的资源去结合之外呢 我们也有这个Amazing Thailand的第4集 去做一些外国人到台南之后的一些服务手册的编转 跟希望外国的朋友到台南之后可以很快的把台南的一些文化资源等等 能够在这本书里面获得一些资讯 另外也汇编本府的市政大事记 然后定期召开台南市政府的两岸会议小组 那在104年7月27号召开第一次的会议之后 在104年的12月4号召开第二次会议 那都针对我们两岸的一些交流的部分 提供有我们五位的外聘委员还有府内九位委员 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策略上面的指导 希望能够对于两岸交流的值跟量 提升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些程式交流的一些活动 另外在管制考核的业务也落实市政指示的执行成效 那包括列管追踪市政会议的指示事项 配合中央政府建立政府出版品的一个管理 然后办理监察院调查案件的一些追踪管考的业务 那实证计划的工作重点管制 也有包括我们1000万以上的大型建设 大概有管核的部分有141项 那在资讯业务的部分 我们包括建置了政府资料开放的平台 然后在资料开放上面 我们到3月20号完成了495项资料级 2000多笔的资料上架 那在直辖市里面来说 我们资料级的资料上架也是成绩比较好的 那另外平台的开发 我们也建置了这个open data的一个平台开放 那到3月20号累计的浏览人数有1269,648人次 那在平台资料的一个开放 也是提供非常多专业的人士 能够借由这样子的平台去做一些因应的加值服务 那资料的运用 我们最特殊的是在104年登革乐疫情的期间 在登革乐的专具浏览人数呢 有达到2万多人次 那下载的次数有达到1万多人次 外部创新的应用呢有8个 另外也推动数位文创的发展 我们在建立台南市政府的数位文创园区 是全台湾第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favor lab 跟co-working space 那今年已经迈入第三年 那希望能够把这些微型创业呢 在台南可以发芽、壮大 另外也办理了南创竞赛跟南创学院 跟南创育城的一些进驻活动的一个举办 另外部件无限宽屏的网路 提供我们市民更服务的一个智慧 智慧的一个连结 那截至105年的3月 我们部件了220处 那比去年的3月 我们增加了2处 是新化地震事务所 跟沿城图书馆南区第二分馆的一个地点 那相比较细细节的一个据点 可能请易作呢 能够参阅书面上的一个资料 那第四个部分是强化跟推动资讯安全的管理 那最主要有包括本府的防火墙的一个更换 然后针对本府还有所属的37个区公所 进行各自保护管理的制度 那也因应微软在103年4月8号 中止WinXP的一个资源 我们在所属机关里面也尊杰我们的一些预算 那希望能够态换升级的年限 六年以上的电脑主机有4000多台 那希望能够在未来的预算审查部分呢 还有经过易作的同意 希望能够加速它的态换率 那另外在104年的6月16号 我们也召开了资通安全处理跟资讯 推动小组第八次的管理审查 那由于中央部份已经把台南市的这个资安的 内部的机核作业的部分呢 还有资安的责任由V级升到A级 所以我们大概每一年会进行两次的资安 集合内部审查的一个次数 那104年7月15跟21号 我们也分别在永华跟明治 是办理了一些资安宣导的教育训练会议 那其他的部分有关资安的部分 大概就请各位易作能够参阅我们在书面上面的一些作为 那另外在建制灾害告示网的部分 我们建立灾害告示网 从101年的6月开始启用之后到105年3月20号 那拜访的人数总共达到了200多万 那以上呢大概有其他的一些作为方式呢 请易作能够参阅我们的书面 那以上是研考会 在这一次大会的工作报告 那也谢谢易作还有大会 对于研考会的一些鞭策跟指导 那能够让研考会在各项的业务上面顺利的推动 以上谢谢 请民主事务委员会做业务报告 大会主席以及各位一眼先进大家好 后来 呈盟各位一眼先进给本会民主事务工作的指导 以致此 指本會在各項的業務得以順利推展 致敏莫僅代表本會前提同仁至上最誠摘的敬意與謝意 首先我就介紹我們今天列席的我們的同仁 我們的副主任委員鍾立錦 我們的專門委員程德福 我們原住民事務科的潘忠勇科長 客家事務科的簡利林科長 中和規劃科的我們的陳子晴科長 本會的半年來的工作報告在我們的書面的從31月到36月 以下緊就所推動的四個業務的面向 提出二要的報告 盡情批評指教 在中和規劃業務的面向 我們第一 辦理了多元文化方案研定以及交易的推廣 也完成了本市族群主流化政策的分析 開辦無產族群主流化教育的研習 疑伸本市公務同仁具有多元文化的思維 第二 積極強化施政行銷 定期每頁發行民主風情電子報 每週提供電台公益頻道免費脫播 辦理客廳座談會 編制施政成果影片 以及2015年年報等等 以優化施政服務績效效能 第三 配合推動本府第二官方語言的計畫 完成建制英文官方網頁 辦理西拉雅英語小特使的計畫 用西拉雅主語以及英語說唱西拉雅的傳統文化之美 在西拉雅業務推動的面向 一 根系推動西拉雅的證明 我們完成了辦理全國平卜組證明高峰會 發行西拉雅平卜組民主身份的論文集 入記西拉雅首登記 已經到截止我們有 登記有1628人 辦理西拉雅原住民身份行政訴訟 進行第三次程序庭 二 積極附贈西拉雅主義工作 將西拉雅語納入正式交易系統 以西拉雅原鄉11所小學實施 人數打224人 第三 展現在地西拉雅魅力 辦理本市第四屆西拉雅文化節 傳承發揚西拉雅歌舞美食 生活與文化內行 重建庫巴活化部落 辦理了2015西拉雅協術論壇 協助15個西拉雅的社團 營造發展部落文化特色 輔導協助部落完成社團立案登記 並扶植了業績及傳統碎史記憶 補助吉貝耍等六個部落 辦理業績傳統文化活動 辦理交通局 補助吉貝耍觀光旅遊建制 營造吉貝耍部落文化特色 第四 為建權法制完成 臺南市西拉雅原住民學生 獎協金申請作業息支 臺南市西拉雅組振興發展辦法 並發佈實施在原住民業務的面向 第一 促進都市原住民民主教育發展 我們核發了原住民學生獎協金 三百八十一人推廣原住民主語 辦理主語生活繪畫班 主語戲劇班 二十一所幼兒園 辦理多元文化學習的計畫 共一千一百四十位幼兒學習主語歌謠 為建構原住民知識 學習體系 我們也辦理了扎哈木部落大學 共開設二十八門課程 編輯六門布大文化的教材 辦理性別主流化的工作坊 第二 推展原住民文化 辦理台南市原住民聯合風年記 扎哈木音樂舞台及創意四集 Masalili原住民音樂會等活動 傳揚原住民文化之美 共吸引了5255人次的觀賞 第三 活化原住民文化會 社會廣辦理在府城耕作 毛馬哈特長文化體驗 及影片的分享 原住民手工藝的創作體驗活動 共計兩萬一千三百三十四人參與 第四 建構原住民衛生保健 與社會安全 原住民急難救助 共救助18人 在福島未再保以及加保人數有141人 福島這個加保力達14.79% 第五 扶植原住民在經濟事業發展方面 我們協助族人創業發展等各項貸款 總共有45件 第六 在辦理原住民就業的促進方面 我們特別在這段時間也美合成功了38人 獎勵原住民取得技術證照52人 福島原住民烘培技能計15人 在客家業務方面 第一 振興客家文化 辦理台南客家協談 開設14門課程 總計220人次的參與 傳習客家傳統記憶 以仁德等國小辦理客家師傳習計畫 從兒童開始培養客家傳統記憶人才 我們也辦理了陸桃養江家 祭落駐地工作站的計畫 協助發展四地客家祭落生活的特色 完成駐地工作站的接牌 啟動營造的工作 我們也扎根在地的客家特色文化 辦理陸桃養江家祭落客家情活動 傳揚客家藝術並活化客家會廣 我們辦理了客家文化藝術節系列活動 安排靜態、動態等共9產次的活動 培立社團創新議程 補助三個社團的推廣客家文化活動 第二,在推廣客家語言方面 我們輔導客語認證 辦理客語認證研習班 也辦理了幼兒園客家語言文化推廣的計畫 有10所幼兒園參與推廣 繼參與兒童有453人 辦理輔程幼兒客家語言及文化推廣模式 真能、師資、教寫資能 本會秉持的促進多元族群和諧 和尊重發展 以及傳承與創新的施政理念 在扎根希臘雅在地特色的同時 也前例打造客家原住民 把台南成為新故鄉 永續的發展環境 並積極推展各族群的文化傳情 語言附贈、傳統記憶 以及相關民主振興事務 期盼貴會繼續給予鼎力協助與指導 本會前提同仁當努力打拼 積極推動各項民主事務 維護各族情意扶持 打造本市成為多元族群文化豐富的幸福城市 以上報告 最後祝各位議員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自由各要順道慢雙瘦謝謝 以上由秘書處等六個單位主管做口頭業務報告 那現在請議員先進開始登機發言 業務質詢該委員會 以該委員會議員優先第一輪質詢時間均為10分鐘 第二輪則不分委員會 依議員登記順序質詢 該委員會議員之質詢時間為10分鐘 非該委員會議員質詢時間為5分鐘 首先我們請陳一貞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請教一下我們法治處處長 針對就是我們之前那個威爾斯梅宇 他突然就突然就有點倒閉的這種狀況 那後續其實我們很多民眾也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想請問一下就是說目前我們消保官這邊 協同全國的這些消保官 目前的協商的情形是怎麼樣 是 那個細節我是不是請消保官來跟你們報告 我們那個 歌長 是 就是學員他那個補習的期間 就是約定的期間比較長 他們有些雖然是6個月的短期補習契約 可是他們有時候簽訂都說 你可以終身學習 對或10年的長期學習 那所以我們陸續也有跟合論 其實他真正比較麻煩的是他跟資融公司之間 利用分期貸款的這個契約 那所以我們目前在台南市這邊也有受理大概20幾件 跟資融公司的一個協商 那可是協商達成的一個比例相當低 因為有些他可能已經就是他們貸款已經繳完了 那貸款繳完他時間大概補習的時間 也大概拖個兩三年以後 所以資融公司目前這邊他們是拒絕 就是說退繁這個補習的費用 那在這一個部分目前台北市法務局 他們已經統一要去做團送的一個處理 以上 是所有的這些消費者 目前有爭議的部分都是走向 都走向團送嗎 就是說消費者就是這些學員 他如果有意願的話 目前我們也有帶為受理 就是讓他們 已經在受理當中了 對對對 請他們去走團 什麼時候開始 目前台北市法務局 他們已經在收件了 在收件他們這邊呢 那在 在小法官這邊 目前我們是大概協調了20幾件 那可是他的那個退費的一個達成的比例很低 很低 那我們也有跟學員轉達這樣一個訊息 因為我們這邊協調了20幾件 可是這個受害的學員好像是 應該有兩三百位 那其實很多還是都在有爭議的情況之下 您剛剛說有的是繳完錢 他不退你錢 但是很多是還在繳錢 但是他以為說啊 他其實只繳了 可能有繳了幾個月了 但是他其實課程根本還沒上完 但是礙於這個合約上面載明說 合約是六個月的 或是幾個月的 造成他們其實損失很大 不能上課以外 還要繼續被追討這個 這個貸款的費用 造成他們的 其實壓力很大 那其實有些 有些銀行 可能就是經過 小寶會的跟他協商之後 他們可能就 有暫停吹腳的動作 可是很多自動公司 他還是一直一直的在跟這些學員做吹腳 讓這些學員非常非常困擾 其實生活也受到很大很大的影響 那針對這些 這些受害的這些學者 這些學生們 他們目前是 就是有 如果還是沒有達成協商的 或是他們是有意願的 認為應該是要退背 有些相關的訴求 都是可以來我們 小寶官這邊申請團理訴訟了嗎 對 因為目前我們是已經受理 大概一百多件的案件 那我們也有跟大概 就是跟支榮公司 因為廠商就是不是 是業者他已經倒閉了 倒閉 所以事實上有一些 做融資貸款的這個部分 目前事實上 真正是應該是像遠信 還有和論這些 遺戶這些 他們才能夠 就是說如果他們願意退款 或者是後面的這個部分 他們可以終止不再去吹腳 這樣子對學員的部分 才會有比較實際的保障 那所以目前台北市法務局 因為當時的那個總公司 都在台北市 所以目前是由台北市這邊 統籌在辦理 那我們也會去協助學員 就這方面的申請 跟他們告知他們的一個權益 我想我們主要在處理的小寶官 他其實也很辛苦 其實這些學員也非常多 但是我想我們有任何這個 比較新的進度或者是資訊 應該讓這些學員們知道 讓他們可以比較安心 那不然他們其實自己有時候都 好像講一講也會覺得很求助無門 希望是期待說我們公部門這邊 我們法治處這邊 可以給他們比較主動的協助 讓他們可以 其實沒有遇到這種情況不能上課 已經很倒楣了 那如果我們公部門這邊 再沒有給他們多一點關心的話 他們會覺得好像很孤苦的感覺 所以這個部分請處長這邊 再指示我們的同仁 應該其實再多給他們一些協助 主動的提供 因為當然如果現在已經可以走向團體訴訟 那最後讓訴訟讓法官去判決 有一個明確的結果 那當然對學員其實是比較有保障的 但是就是說這些相關的進度 其實要讓他們知道 因為其實我們是很持續的 我們消保官這邊都是一直在跟我們 中央台北那邊這樣在開會 但是我想有任何的進度 其實應該讓這些學員知道 是 議員我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是請說 那個很抱歉 剛剛議員提問的時候呢 我就請我的那個代理科長 楊科長 他現在是消保官的主任 消保官辦公室 也請議員來支持我們這次提案的就是 台南市政府的自治條例 我們組織自治條例 我們過去消保官 我們的公文簽程是 消保官他是獨立辦公室屬於府內 所以他簽完了以後就上副秘秘書長 一直到市長去 那如果是 是如果他 冰入我們法制處的話 如果議會如果可以通過 未來呢 我法制處的其他同仁 還可以協助消保官辦公室 這個不足的人力 因為這個案件確實是非常多 那我也希望這個自治條例 能夠獲得我們議員先進的支持 那未來我們法制處 還會有更多的同仁 能夠來協助我們的消費者 對於這個團體訴訟提出的 的這個作業流程 那敬請議員支持 謝謝 謝謝處長 我想如果對我們台南市的消費者 其實是有更好的 更好的服務 當然我們絕對都會支持 如果說未來 因為現在目前 蕭保官在加上他 可能辦公室的人力 這樣加起來可能其實也很有限 面對越來越多很多層出不窮的 這些消費糾紛 我們可以看到最近還有這個 秋樹貞瑜伽的這個事件 我們台南有點嗎 還來目前沒有 那還好一點 還幸好有躲過這一次的這個狀況 那我想這個威爾斯美女這個事情 其實當然造成很多很多學員 他們是想要學習就遇到這種狀況 其實很辛苦 那也期待說 那未來如果編制的改變之後 能夠對這些學員有更好的幫忙 那當然是最好 那也麻煩我們這個主任消保官這邊 其實在我想消保官也很辛苦 那一個人面對很多這些這麼多陳情案件 那但是我想他們也是很無助 那也期待說我們市政府這邊 可以給他們更多的協助 我們會盡力協助消費者 謝謝謝謝科長 謝謝處長 謝謝謝謝 謝謝議員 我想再請教一下時間差不多 我請教一下我們研考會我們的趙主委 主委不好意思 這個我在我們 就是我們其實 之前在對我們的新市政中心 其實有一個開放的決策 那其實有一個開放平台讓民眾去討論 那其實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其實 這個開放決策 其實在他的網站上面 除了當時我們去年4月份發布的這個資料之後 其實後來一直都沒有新的一個資訊在上面 那我們目前這個的進度是怎麼樣 好跟那個陳議員 謝謝陳議員關心新市政中心這個議題 那在去年4月開始 市長也有把這個新市政中心 納入開放決策的一個規劃 所以我們大概跟突發局來合作 那在線上的部分 我們把這些評估的條件 還有7個可能的地點 把它放到網站上去 然後讓大家去提供這個評估準則 跟地點的一些相關意見 那在總數上面來講 其實我們在去年達到200多個這個意見 在其他的一些平台開放上面來說 也是參與度非常的高 那我們最近會把這些中整起來 把民眾所提播的一些意見 把它做一些分類跟中整 那我們預計在今年開始 會再啟動另外一個可能是工作坊 還有我們的公民實體的一個公民的審議的過程裡面 我們大概今年會開始進行這樣的工作 也會放到這個平台上面來 這個平台會再強化它的一些功能 是是是 那所以針對這個討論之後 還會有增加一些可以讓民眾參與的一些 一些新的方案這樣子 那我想針對這個新市政中心這個開放決策之後 大家討論完之後 那後續的處理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在線上的部分大概告一段落 也是我們去年最重要的工作 那今年開始我們會包括實體的專家 參與的委員會會成立 那會就整個我們如何開放這個公民審議的 包括那個論壇的方式 跟我們執行的一些過程 會在最短的時間裡面確定 然後今年大概會把整個新市政中心 的一個議題 包括地點的合適與否 或者是它可能會有的一些配套方案 都會在這個平台或者實體的部分進行討論 是好謝謝主委 就希望有新的資訊可以讓大家知道 不然其實如果從去年四月到現在 其實都沒有一些新的資料 其實民眾也會覺得說 其實是不是可以有更多討論的機會 或者是一些更多討論的方式 好謝謝主委 謝謝 請蔡淑惠議員 謝謝主席 那個法治是處長 那個博人我請教一下 針對0206 我們台南是這樣的一個災情 我們法治是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我想這個最主要這個 當然你不用參與救災啦 對 那我們法治是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我想這個過年期間 我們大概第一個 救災的部分我們沒有投入 那但是第一時間呢 我們先緊急的去啟動這個 甲扣押的保全程序 因為未來這個災民他們求償的程序裡面 我們怕這個 這個建商他們脫產 所以我做了這個保全程序 所以我們法治是在這0206的災情裡面 只做了甲扣押這樣的一個角色扮演嗎 不只 其實那個第一時間 其實因為有人死亡有人受傷 那其實我們當時跟我們律師公會 跟我們法律輔助基金會 我們提供了這個 這個法律諮詢的活動 因為也跟地檢署他們配合 所以我們就在 在那個我們的殯儀館景行廳那個地方 我們有設專櫃 跟我們的律師朋友 那個博人我請教一下 那就於未來 他有這個0206後續的一些救助補助 我們法治是有沒有給於說 法律之前人很平等著這樣的一個建議 或是看法或是做法 是 有沒有 還是任由我們社會局 相關單位他們自己去做 他們開心要求做多少錢 開心要怎麼做 我們現在大概有兩個委員會 那第一個就是說 那個我們善款如何動用的這個委員會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 我們以公務局 一個是社會局為主的 另外一個是公務局為主的 就是他們有一些房屋他們的那些鑑定 那這些部分大概都比較私設專業 至於議員所提的說 這個這個正在有沒有涉及到 這個公平性的那個問題 我們在參與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法治處也有去參與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提供我們的法律意見 好 那處長我再請教一下 我們整個震災有沒有所謂的排富條款 有沒有排富條款 我的印象裡沒有提到這個部分 沒有排富條款 倒是當時這個補助款 就是應該是圍貫大樓裡頭 有一個是一個 就是說一個所有權人 他可能擁有束戶 但是還是以一個所有權人為主 所以沒有所謂的排富條款 那圍貫大樓一棟房子或是三棟房子 賠償多少錢 就是一個單一所有權人300嘛 是不是啊 還是多少 應該是300 最高是300 最高是300 那另外一個在那個 那個什麼市場的樓上那個 好像是賠償 每一戶賠償150萬 也是單一所有權人 不管他有幾戶 是不是東區的那個市場 我要跟你建議的是說 依我們法治處 當然你在這個0206的這個震災裡面 依法你可能做一些輔助幫忙一些災民 但是既然震災的災款 並沒有所謂的排富條款 跟一般社會局的社會救助是不太一樣 有一些他的那個財產的限制 那可能有一些排富的條款 但針對0206整個震災 我相信來自各地的一個喪款 並沒有一定指定 不給誰 只給誰 或許有人只專注要給 我們所謂的危幹的災民 或是已經那個生亡的人 他們有指定要給誰 那是另外 但是大部分來自各界的一些喪款 並沒有這樣的一個規定 或是他們這樣的一個要求跟限制 那我們依法支出你做這樣的一個協助 又沒有所謂的排富條款的救助 那我個人就會覺得 一樣都是一個房子 一樣都是一棟房子 我可能也有貸款 跟微貫也一樣 但是我們得到的補助款跟微貫不一樣 這個標準依法是什麼 是任由我們覺得 因為微貫死亡的人比較多 來自的喪款可能微貫 媒體佔的比例比較多 所以那個微貫可以得到的一些救助比較多 我剛剛這樣依法來講 是不平等的 是不公平的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後續的喪款的發放 我們有一些委員會會去做這個 這樣一個專業的一個討論 我是跟他說 依我們法治處 你在這個0206的扮演上是非常重要 既然沒有排富條款 我講難聽一點 你就有心話 金城銀行是不是也倒塌了 如果今天金城銀行這棟大樓 是私人所有不是金城銀行所有 我們要不要補助他 就整個災情來說 他也是一個受災戶 只因為他背後掛著金城銀行 是一個財團 所以我們把它排富掉 我們不予任何的補助 甚至拆大樓 叫他們自行去處理 我們整個微貫大樓的拆除 在0206到9天之後 14號完成拆除活動 拆除的工作 金城銀行輕率被叫去罵 拆除的那個工作太慢 就因為他是財團 我們不補助他罵他 然後請他們自行處理 然後那個東區的那個市場的上面的倒塌 因為你們比較沒命 所以整個救助 你們要比微貫少 微貫比較多 因為整個0206的災情 就好像以微貫為主要 為主要的募款 甚至我們市長也覺得 我的錢一定有夠你不要再來啊 我們錢很多的你不要再來 我是這樣想 那個博人 就是說 署長就蕭署長 他說 只有整個救助的公平正義來說 你可以給 你一定要給 但是他們可以不收 我不要讓你救助員 我有錢嘛 但是我們可以在這個條件之下 我們就直接排除掉 我覺得這樣是不公平 我個人有這種看法 就是說如果就比例來說 你們甚至可以請金城銀行 就他是受債戶的同理心 請他們設一個專案 或是什麼狀況 對未來 圍貫大樓 重建 或是這些 受債戶的 房屋貸款 請金城銀行 給他們最優厚的一個利息 最低的利息 然後來讓這些財民能夠重建 我想這是製造雙贏嘛 製造雙贏 但是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今天不是要圖利任何的財團 而是就公平正義的狀況下 就三個大樓的倒塌 所受到的領域是不同的 所受到的領域是相差非常大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東區那個市場上面的大樓 賠償的要比圍貫少 我不知道我不懂 為什麼金城銀行得不到任何的補助 然後拆除要自行處理 只因為他是財團 那只因為這個市場大面的 那個東區那個大樓倒了 因為你們倒比較沒名 還是因為你們倒掉 你們裡面的死亡率比較低 所以不好意思 我把全部的救助往圍貫大樓去 那個蕭處長 我要是拜託你說 就整個0202的救災已經完成 但是後續很多 還要繼續下去的一些救助金的發放 我想不管是我們政風處對於 我們相關科事的使用經費 如何去掌握 我覺得法治處這個部分 你們應該建立在一個公平正義的法律上面 是 議員 那個 我不佔用你時間 我盡快回應 就是說 第一時間 我們 我們有 這麼多的善款 其實是第一時間在年節期間 圍貫大樓就突然倒掉 然後死了那麼多 死了那麼多人 其實善款最主要其實是 以救助圍貫大樓 其實我們也很害怕就是說 我們在立外法從嚴解釋的狀況之下 其實 地震來了 其實受災的人確實是很多 但是圍貫大樓是受災最嚴重的 如果我們是以東治裡的那一個市場而言 他其實第一時間呢 他還有足夠的時間去把他們的財產去搬離 但是圍貫大樓他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任何的機會 可以去把他們的財務 或者甚至他們的人去救助出來 所以事實上 我想是相同事件做相同處理 那不同的事件其實是要做不同的處理 那至於新化的那個部分呢 他旁邊的那一戶 那個也是我們法治出去 也是我們法治出去協助 還有消保官這邊來協助 也就是說跟金城銀行的協商等等 那至於金城銀行適不適用微貫大樓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的整個上款的委員會 他會同時去做斟酌 我們現在怕的是說 如果是這樣子外國出去 都跟微貫都同樣的原則的話 那我們如果因此這樣子 其他的還有更多的大樓 其實他還有受限 所以其實我們早期是比較 比較嚴謹的去做認定 不是 處長 我不是反對說把上款用在微貫大樓 大部分用在微貫大樓 大部分用在微貫大樓 但是我想這個0206 很多的受財戶有大有小有嚴重有輕味的 這整個狀況是不是可以在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的條件之下 那你要去執法要重演我沒意見 但是就這個東西我覺得 123微貫還有東智裡那個市場 還有金城銀行 事實上我們的那個比例 甚至我們的條件是完全不一樣 那當然我們對微貫大樓 這麼大的死傷跟財產的損失 我們都很心痛 我們也希望說來自各處的善款 能夠讓這些人重建 甚至走出這樣的一個心靈的悲傷 但是我還是回到原點的一公 我們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不應該有這樣的一個牌服的一個狀況 這個部分 拜託我們那個法治處處長 你們在未來我們委員會的研討上面 能夠提出這樣的一個檢討 是的 謝謝 是的 謝謝議員 要跟李文正議員說聲抱歉 因為王家貞議員是民政委員會的議員 所以我們先請王家貞議員 來 米思出 您的業務有一項叫做活化室有資產 對吧 來 請教一下 目前我們在中西區的市長官邸 你活化的狀況如何 目前這一家它叫做什麼 Pasadena Pasadena 對不對 OK 好 它已經超過一年了嘛 對不對 那它的狀況如何 我們目前每年有市庫有多少收益 然後它讓我們的市有財產 目前維持的情形如何 我記得本會曾經在去年跟貴府 這個關係非常惡劣的時候 談到這個問題 認為它的租金過少 認為它造成了對市有財產的破壞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點 目前被你們租給Pasadena 我記得最近它好像又有什麼特殊的案子 在做廣告 來 處長您跟我們報告一下狀況如何 Pasadena這部分 經由我們大會這邊一個指導的部分 我們有重新跟它依照它現有的一個整個面積 有在要求他們來做一個重新的一個費用的計算 所以在收租的部分呢 我們大概每個月 這邊大概有額外的進行的是 就是權利金的部分 大概有21萬 每個月是吧 對 請教一下 從去年我們提到這個案子 它是從多少錢到21萬 它增加的比例是怎麼增加的 能不能稍微詳細一點 之前的時候大概是編列的 就是說每個月大概5萬塊的一個租金的部分 OK 好 那現在變成21萬 這個21萬是什麼時候開始 按照本會的要求 按照我們對市有財產該有的關注 成為21萬的 什麼時候開始 你們的合約是重新一約 還是你們就口頭說說 它就每個月給了我們變成21 5變成21的 我們在這個案子 在104年4月1號正式營運的時候 有針對它所使用的範圍來加收權利金 那所以是21萬元 21萬9千 所以將近22萬元 那也外增加了市府的一個市庫的一個進行 對不起 你剛說本來是幾萬 本來是跟他簽約的時候是 每個月是5萬塊 所以你現在是5萬變成21萬多嗎 對不對 那你的約是簽到什麼時候 我們這個約呢 是簽了9年的一個約 所以在這9年之內 本府能不能夠 貴府能不能夠增加權利金 所謂的基本上也叫做租金嘛 也就是說 Pasadena在這個場地運用的租金 我們還有沒有資格 有沒有條件我們今天是出租對不對 我們是房東 那我們還有沒有機會增加權利金 我看到最近 Pasadena好像似乎在那邊也有大肆增加一些商業活動 沒錯嘛對不對 所以 處長 我們有沒有機會 在你們的條約裡面 有沒有因為Pasadena經營的狀況 本府貴府能夠對他行使我們該有的公權利 我們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我們基於活化聽設的一個運作部分 是基於契約的關係 來這些 來這些基於雙方的一個互惠 對等誠信原則來做這個處理 但如果說雙方如果說在這方面 譬如一座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賺錢賺的比較多 當然 那個處長 對不起打斷你的話 譬如說某種程度 我們當然是不見得很得當的一個比喻 譬如說這個市立醫院 對不對 那也是跟我們台南市政府 等於說跟我們台南市民有一個契約關係 然後他一做就做得咕咕噹噹噹啊 因為他做的確實不錯 而他做的是照顧人民的健康 即便他有所盈利 對不對 他當然自己要賺錢 可是即便這樣子 我們對市醫的要求 也是隨著他整個營運的穩健 日益增加 包括另外我們也讓安南區有一個醫院 某種程度也分散了去試醫 健康求助的一個客員嘛 一樣的意思 可是Pasadena 這樣子一個餐飲業 OK 他來台南 讓我們這個台南市民口腹之欲的滿足 但是他最大的一個目的仍然是賺錢嘛 仍然是用最少的資本賺到最大的利益 商人沒有做虧錢的事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要跟貴處請教是說 我們在條約裡面有沒有在符合台南市民的最大利益之下 符合貴府所謂的把你市有財產活化的理念之下 在合約上有一個適當的彈性 第一個就是說如果他的盈利狀況有一些比較正面的一個部分 我想這部分我們可以來評估跟他來做一個修改契約部分 第二個部分想要跟藝做報告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除了要鼓勵活化以外 事實上我們也賦予在契約裡面賦予他有一些的一個社會責任 包括就是說他要辦理一些藝文的一個展覽 也接受一些弱勢團體的預約導覽來強化活化 來這個聽設的這個市場觀點這樣的一個空間的一個使用 所以他們也有在辦理一些的一個 包括一些基於回饋呢 也辦了一些的一個創意回饋還有文化展覽等等的一些公益性的一個活動 處長 基本上他是一個知名的餐飲業這樣講沒錯 他的價碼他的餐飲的價碼不是我們覺得說 你進去吃個一百塊兩百塊錢就可以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在他利潤所得 因為他佔了我們市府原廠地運用的最大便利 OK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一部分 他的回饋給地方他的幫佔弱勢 我們希望是變成一個常態性的積極性的作為 否則的話那你租給我算了嘛 對不對 我不賺錢嘛 我在那邊把那個花園開放 我只要能夠維持就好了 他們還是一個盈利目的 賺錢沒有不對 可是賺錢他在他的一個利基點是說 他佔了我們市府一個最漂亮的一個中心點的便利 那我們最近看到了他有更大的商業的廣告出來 沒錯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麻煩處長 針對你們講的活化市府的財產 對我們的市長官邸做更強而有力的監督 我要麻煩處長把他們的合約 你跟他們的合約再交給本會 然後你的合約上是幾年 你適當的時候 我們本府當然可以介入要求有所修正 以符合回饋地方回饋台南市民的利益 這樣子的一個最大宗旨嘛 這樣講對不對 處長OK 好 麻煩您把合約給我們看 好不好 處長我們很快就會見面 處長請坐 來 人事處 不好意思 處長你還不退休喔 該退的時候就會退了 該退就會退 好 那我要請教一下 貴府今年退休的人次有多少 依我指的是公務人 公教 公教通通包含進去 公務的部分大概會達到300多 那老師的部分現在教育局在主辦 依我了解大概400多位 所以 處長 是 老師的部分 遠比公務人員退的還要多 是 校長佔多少數 多少數字 我們今天的校長 校長的部分 據我了解大概40來位 40來位 40來位 那你們這邊是應該算 公務人員的部分 OK 拍板定案就是說 教育界的話是教育局那邊嘛 對不對 教育局拍板定案 那你們就教育局拍板定案 送上來多少人 你們就 由教育局直接辦理 對不起 您說什麼 現在教職員的部分是由教育局直接辦理 教育局直接辦理 那公務人員這邊 你們這邊辦理 因為有涉及到前序要報到前序不去省電 那請教一下我們退休的人次 跟去年比的狀況是怎麼樣 是一向最近的狀況都是在穩定的情形 並沒有特殊暴增的一個狀況 所以狀況還算是撐得下去嗎 正常的一個狀況 都還在一個正常的狀況就對了 好 那處長 我們聽到一個訊息 就是說 好像一直以來就是欲缺不補 對不對 如果是公務人員的話 就是欲缺不補 我們用臨時工 所謂的臨時人員在代替 那但是 有一個重點是說 如果是我們台南鄉親的子弟 我們有適當的缺額 可以做彼此之間地點的交換 那為什麼本府貴府也不允許呢 議員指的是公務人員的部分嗎 當然 那這個是這樣齁 因為依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的規定 有職缺出缺的話要公告 然後公告徵彩裡面 然後再做一個 有錄用它才會做一個商調程序 那您指的大概是指名護調的部分 指名護調的部分是兩方面的機關首長 要簽同意之後才能進行 兩方面的機關首長要簽同意 但是處長你這邊是完全不加干涉 只要他的主管單位OK 就讓他們可以護調嗎 這個是要符合剛剛我提到的 我們要符合任用法跟聲簽法的規定的一個程序去做 兩方面的首長同意還要提他們徵審會同意 那才能夠發函去商調去覆調 所以這個是由機關首長各機關來做這樣的一個程序的進行 那你這邊並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不會介入 我們不會介入 不會介入就對了是不是 我們不會介入 是 好好好 謝謝 謝謝 跟委員會報告 等一下李文正議員業務質詢完 我們休息10分鐘 請李文正議員 那個 德霞主席 那個王主委 阿威威威威 阿威威威威 謝謝 那個王主委 那個我們一天去茶山七頭 和我們的安平鄉親 我們茶山的這個鄒族 我們這裡的原住民的朋友 他他說你們哪裡來 我們的鄉親就說我們安平來 我們這個原住民的朋友說 哦 安平是我們的後頭家啦 阿威聽了實在是很紛亂的 他說這個奇怪的安平 吼 吼這個鄒族 吼 吼 吼 用這個開樓宣言 來詐騙我們的台灣的主管衣彎 其實這個教科書裡面 吼 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這個錯誤, 很大的一個個欺騙詐騙 這個王主委你不懂得做一個部分嗎 我們回應我們的李議員 特別是在歷史史關的部分 如果以原住民的主題來看 其實目前很多 不管是在我們國家用的教科書教綱 其實如果就原住民的主題性 它是很多不合理 而且不是事實的紀錄 我跟王主委探討一下 因為我們的歷史科本裡面 這個教科書 他告訴我們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這是完全不對的 臺灣是南北的族民的環境 王主委這樣對不對 是 不過是 但是你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機關裡面 你有什麼感受啊 你一個原住民 因為政府都是欺壓原住民 篡改歷史 你有什麼樣的感想 所以我們非常樂見其成在未來520的政府 願意針對過氣對原本在這邊 臺灣的原住民 甚至所有的在這邊的族人 願意真誠的針對過氣把原住民 只是當作一個課題 而願意把它當作主體對待 而願意道歉 更重要的希望能夠在總統府底下 設下所謂的真相和解調查委員會 期待我們臺灣真的能夠真正成為一個 人權公益的社會國家 那一天我也有去參加我們原住民的朋友 在這個飛車頭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轉型正義啊 不能只說228的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啊 應該要對這個 成功來到台灣後 對這個原住民的屠殺抄家滅主啊 消滅臺灣文化的轉型正義 這個才是真正的轉型正義 這個主委你認為怎麼樣 這個就是我們提到屬於歷史史關的轉型正義 那其實就這個部分 那過去再加於我自己的故鄉 有所謂的無縫的像也被拆下來 那這兩件事情一個是 無縫是真有其人 曾成功也真有其人 但是無縫的事情是稀構的 那鄭成功的事件是真實 只是歷史的面構構相不同 所以對鄭成功本人我們 我也我來也探討過這樣的一個 轉型正義問題 其實在臺灣我們也已經進入到 成熟多元包容的社會 其實我們也可以參考菲律賓對麥哲倫的這個紀念碑 麥哲倫跟鄭成功的狀況差不多 發現新大陸菲律賓以後 他進去探討菲律賓 他也是這樣掳殺了當地的這個原住民 那他們也立了麥哲倫碑 那菲律賓的做法經過了133年 他們採取是同時在麥哲倫旁邊也立原住民碑 那這碑跟碑之間有兩個立牌 一個是描述麥哲倫的探險故事 一個是描述原住民是怎麼被麥哲倫去破壞 而讓這個社會有反省 其實我會覺得今天我們對鄭成功的事件 轉型正義一定要做 一定要回歸到從原住民的主體 所以鄭成功這個事件 一個歷史事件的反省應該有兩個面向 一個是覺醒就是受害者要覺醒 第二個是要反省 可想見我們現在台灣社會原住民都已經覺醒 但是反省的部分我們需要說有一些 所以我很正統議員特別關心這個 本會也希望再多辦一些轉型正義的論壇 從鄭成功的後代也一起來參與探討 從鄭成功的背景 所以我們希望鄭成功的紀念碑 有沒有可能因為當事者後代也反省 也願意把這個碑自動移到所謂 他們現在供奉紀念的延期 這個他的後代紀念他的祖先是理所當然 就正確 但是整體就公共空間的呈現 應該要呈現一個公益的社會 所以我們期待是移動 或者是在那個地方 再弄一個希臘亞平卜組的受害的紀念碑 來同時呈現 讓歷史真相可以還原 這個主委 當然我們大家作為來打招 當然我們今天說這個問題 我們不是說要挑起任何的歷史的仇恨 我相信最初有北東 最初有土龍 最初有保養的就是我們原住民 是 我跟我說的 我們這句這個 周祖的問候阿未未有 對阿未未有 這個就是分享 這個原住民他樂於和大家分享 最後當時我的感觸很像 當這個美國 在英國這些清教徒 他們坐到五月八號 來到這個美國的波士頓的時候 當他們在那裡搖勾 在那裡搖勾 天寒地洞的時候 這個印第安人的原住民 伸出援手 拿這個飛機給他們吃 所以後來這裡有這個紀念 這款的活動 這個 所以美國他們就在這個 十二月份 十一月份 他們就有一個感恩節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是沒有這些原住民 來協助他們 幫助他們 可能就沒有今天的美國 但是今天在台灣這個社會 呢 很多人啊 這個真的實在是 不知道怎麼翻證 不知道怎麼檢討 不知道說 台灣人說吃過雞拜秋頭 今天 如果是說沒有台灣這個土地 如果是說沒有台灣的人民 來接納 來保養 甚至又被洞灑 甚至又被消滅 文化被消滅 被洞灑 被洞灑 被冠 這個 我覺得這實在是 讓我做一個台灣人 我覺得非常非常非常 的這個 覺得說 悲哀 因為一個不會感恩的 一個 像 來到我們台灣 我們 這樣跟他 這個 接納 不管說他當時來的 我們原住民的朋友 所以我常在說 台灣人啊 非常的善良 非常的這個 有保養 非常的這個 順迫 這就是我們 住民的一個 本性 現在這種的一個 本性呢 還反映在我們 這個台灣的 生活的這個 我們一般的這個 民眾的這個中間 像說 我們在這個 和特害人做會 我的 私大人也是 特害啊 還是說 和做人 還是說 和這些 樂感朋友 樂動朋友 實際上 大家都是非常的這個烈情 我們常在說 台灣人一條床 踏腳踏 中庭的去 好爽 好道頂好做會 不和人家計較 這就是 台灣人啊 這個 本性 這個台灣人的本性啊 這就是和原住民啊 都一模一模 所以今天 我們要來探討 這個問題 我們不是說 要挑起這個 歷史的收紛 我們就是說 因為 做一個人 我們要 歡省 我們要 檢討 我們要 向歷史來參會 這樣的時候 我們這裡沒有說 白白來到這個 細節啦 好這個主席 那個 這樣 等一下再說 休息十分鐘 我們要來探討 我們要來探討 那些參加 他他們 都要去 我們要去 我們來探討 我們來探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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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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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我们都会 感谢 感谢观看 我们 感谢观看 那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 当然 是 感谢观看 我们都会 感谢观看 就是 感谢观看 就是说 这个 很多的 因为 就是说 是 就是 就是因为 这个 有什么 是很理想 面对 我们的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 这个大家 是因为 它是 我们的 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 就是说 转行 我们的社会 它是 我们的社会 有分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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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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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们的家 这些 我们的家 是 提升 是 这些 就是 这些 他 我们可以 这些 那些 就是 我们的家 是 这些 这些 有一些 你可以 我们的家 这些 这些 那些 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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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家 那些 我们的家 是 他们的家 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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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家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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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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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些 那些 那 那些 那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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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那些 那些 那些